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多解说 如果你之前下载或安装过 接下来我们讲的四款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请务必立即删除掉 因为它们真的会到钱 最近资安机会发现 在谷歌的手机应用商店中 竟然采用四款恶意的应用程序 当用户下载安装以后 他会上次订阅高额的服务 不少人收到被保定的账单 看到暴增的费用 才意识到钱被偷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具体说一下 这四款代号为Jogger的诈弊应用 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个 Smart SMS Messages 它相当于是一个 短信交付和阅读回池功能的手机应用 它可以通过短信拦截通知 在后代偷偷订阅这高额的服务同时 让你无法发觉 目前它已经被谷歌应用商店下架 如果你之前安装过这款手机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务必要下载删除掉 第二款是这个Bloody Pressure Monitor 这款应用程序 肯定是专门为诈骗老鹰人而定制的 因为一般老鹰人都喜欢定期查看 监控自己的血压健康的情况 第三款诈骗应用程序 就是这个Voice Language Translate 这是一款伪装成语音翻译的诈骗软件 主要是针对那些 英语不怎么好的海外滑冷 或者出国旅行者 第四款是这个Quick Text SMS 它是一款伪装成虚语短信服务的手机应用 这四款诈骗应用 它们都可以跳过身份验证流程 通过短信拦截手机截屏等方式来获取你的密码 在偷偷给你绑定高额的服务的时候 你几乎很难发觉 虽然这四款恶意程序 现在都已经被下架 但是如果你之前已经下载安装过 那么一定要卸载掉 而且最好给手机刷毒一下 你可以使用这款 由德国出品的小红炸刷毒软件 来给你的手机进行全版刷毒 使用它的免费版就可以了 官方的下载链接 我提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安装好以后 然后点击打开 进入以后 你可以注册一个免费账号来进行登录 或者直接点击左下方这个控制面板 然后点击上方这个自然扫描 进行刷毒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等你刷毒完成以后 只要第一个选项 是绿标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下面这两个黄标 其实就是收智商罪的 它需要你付费升级才可以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或者你可以使用这款 有ES1T出品的 路途商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提供了3DT免费使用的 高级板功能 刷毒能力是非常强的 当然如果你之前安装过 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款诈骗应用 那么可以在备份手机上的 重要数据之后 把你的手机恢复了出场设置 这会更安全一点 你只需要在手机的设置中心 找到战互备份相关的选项 然后打开里面的重置 在恢复出场设置之前 一定要做化当前手机的数据备份 当然手机上的安全软件 还有好几种 我会把他们下的地址 都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在哪里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社长一下 因为我却去社长一下 如果 kull是宽估他的 都贴在此 为什么民俄 وا开的 是团啊 是团别人 这类型里 你不停 übrig 去 hot 你 这一群 无法 百分 保忍